大家好,路透社27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会晤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白宫表示这是维持两个地缘政治对手间畅通沟通的良机 王毅早前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第二次会晤 两国正努力管控分歧,为拜登和习近平预定11月会晤奠定基础 白宫的发言人克比表示,拜登仍期待不久后与习近平会面 但对于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 两国元首是否举行会晤,并未透露双方是否已经达成协议 中国尚未宣布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克比说,总统表示他非常期待与习主席再次见面 这是两位有着长期关系的领导人 我们相信这会发生 对于拜登与王毅的会晤 克比表示,总统认为这是积极的进展 也是继续对话的好机会 此次会晤,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参与 王毅周四晚间抵达美国顾院 这是拜登政府执政期间中国外长首次访问华尔顿 他与布林肯会谈后进行了晚餐 沙利文在周五下午单独与王毅会面 周四的王毅与布林肯会谈表示 中美之间存在分歧,需要进行深入和全面对话 以减少误解,稳定两国关系 王毅说,我需要的是不仅对话,而且深入和全面对话 王毅此次为期三天的访问是最近几个月 中美双边外交活动的延续 这些活动主要是美国发起 只在管控年初以来的 因中国间谍气球被美国击落而恶化的两国关系 中美关系因激烈的经济竞争以及贸易 台湾、人权、南海一系列问题分歧日益严重 美国试图防止两国关系陷入冲突 不过有华盛顿的一些人对过去六个月 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 美国内阁官员对北京的一系列访问 未获回应表示质疑是否符合北京的期望 耶伦和雷蒙多的访问导致了新的双边经济 商业工作组成立 但一些批评者担心这是美国关注 从制裁出口管制以及只在增强美国与中国竞争的举措上转移开 甚至可能会推迟这些举措的实施 那么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增添了新的变数 华盛顿希望北京能够利用其对伊朗的影响力 防止中东战争升级为更大顾目的冲突 可比说中东问题是王毅会议一部分 美国还表示对南海问题的关切 美国和菲律宾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争议水域多次引发 引人瞩目的对峙 那么中国认为华盛顿无权干预 尽管北京和华盛顿表示将寻找合作领域 那习近平也在周三表示 愿意加强全球挑战展开合作 但专家认为双方的合作进展有限 王毅这次访问和其他氛围表明 习近平很有可能出席亚太金河组织会议 并有拜登会面 这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改善 如增加两国记者签证商业航班 但在阻止中国出口化学品 恢复军事对话等方面 双方达成共识更加困难 那么王毅访问美国期间 中国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突发 在上海去世享年68岁 官方媒体盛赞李克强为党和国家 杰出领导人 并描述他的去世对中国来说 是一次巨大损失 对他的去世情况确切原因 并未透露细节 南华早报最近公开了李克强 接受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相关的情况 李克强虽然从党的领导 领导层退休 但尚未达到正式退休年龄 他于今年3月卸任总理一职 李克强本周在上海访问 另外两名消息人士称 李克强周四在东郊宾馆游泳时 突发心脏病 随即由他的个人安保和医护人员 紧急送往附近的曙光医院 官方称李克强于午夜过后 10分钟宣布死亡 酒店的一名安保告诉南华早报 他们被告知暂停营业直至另行通知 另一名工作人员证实李克强在那里去世 并补充说入口处早上挤满了警察 李克强的遗体于周五被送回北京 有关他的葬礼安排尚未公布 李克强于13年成为总理 当时习近平刚刚上任 两人共事长达10年 作为总理 李克强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 应对政府债务不断膨胀 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 以及新冠疫情 李克强连任两个五年任期 符合中国宪法规定的总理最大任期 官方的补文赞扬李克强 全力支持一带路倡议和扶贫运动 这些都是习近平推动的战略 他也因努力平衡经济增长 与稳定受到赞誉 文章强调他对习近平的坚定支持 称李克强坚定支持打造连接党风和反腐 日经周六报道 前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五失事 这一事件提醒人们 随着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扩大政府对经济的掌控 中国共产党内部亲市场改革派势力 正在逐渐示威 13年的李克强上任后 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市场化改革的承诺 其任内 他着手进行结构性改革 例如开放汽车市场 希望将中国经济从高增长状态过渡为更稳定的状态 那除了李克强以外呢 其他改革派在国务院内阁中也占据要职 例如前总理朱镕基 他的门生楼纪委 担任财政部长 周小川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郭树青担任最高银行监管者 如今这些改革派已不再居于决策前沿 随着改革派的减少 秦平主席对经济进行了严格干预 政府修改了反垄断法 以限制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巨头 并对教育行业实施了一系列监管措施 这些措施的目的呢 在于保护受大型互联网平台欺凌的小公司 并遏制家长教育的成本上涨 但这些举措也削弱了这些行业的发展潜力 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 企业裁员导致年轻人就业更加困难 目前中国政府的注意力呢 正在转向机农业根除腐败 那私营企业和家庭对政府 核实加强监管感到焦虑 这正在产生一种寒蝉效应 日本媒体分析呢 即使采取了这种紧缩政策 困扰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 仍然没有明显改善迹象 房地产市场呢 作为地方经济关键 推动力在经济经历了两年的调整后呢 新开发项目 新房销售都在下降 那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呢 来自于出售国有土地 使用权给开发商 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给地方政府的财政带来了严重打击 由于收入持续下降 许多城市啊 正艰难偿还积累的债务 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也带来另一个挑战 即人口总数从去年开始下降 提高退休年龄 以扩大劳动力储备的努力 也因公众反对而停止不前 政府呢 对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反应不利 可能会进一步加深 家庭和私营部门的焦虑 阻碍中长期经营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 最新预测显示呢 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种植GDP增长率 从今年的5%啊 放缓到24年4.2% 27年以后呢 将降至3% 基金增长放缓呢 使不平等问题难以解决 2022年的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 而经济增长放缓至3% 城市最富有的20%的家庭 可支配收入是最贫困20%的6.3倍 这是1985年以来呢 可比数据中最大的差距 李克强曾于2020年5月表示 中国仍有6亿人靠1000人民币生活 如果不平等引发是会动荡 公众可能将批评矛头指向共产党 那欣平呢 将共同富裕作为经济目标的一部分 承诺通过收入再分配 提高中等收入家庭生活水平 然而政府过度干预 最终可能会破坏基金增长 这是日本媒体的说法 我也看了一下日经这个文章啊 日经呢 他这篇文章开头写 14年底 李克强就任中国总理不到两年 就飞往曼谷出席一个地区经济合作峰会 我当时呢 是日经驻当地的一名编辑 深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内极难接触 但在旅途中往往会放松警惕 因此我看到一个向他提问的机会 他在论坛上发表讲话后 走下讲台时 我走了过去 大声喊道 总理先生 您好 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 就被一个身材魁梧的保镖推倒在地上 然而呢 李克强并没有本能的后退 而是停下来 朝我的方向走了一步 伸出 左手脸上露出了担忧的神情 他很快被护送走 而我也没有得到那句评论 但是我却看到了一位中国领导人 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 做出了罕见的人性化反应 周五呢 李克强因新大命突发猝死 享年68岁 他的去世呢 在中国严格控制的互联网上 引发了悼念热潮 任何负面或不受欢迎的评论 肯定会被迅速审查 但许多网民似乎表达了真正的悲伤 这反映了李克强不同寻常的开放 和亲近普通人的声誉 这可能源自于他普通出身 尽管他也被视为特别聪明的神童 李克强于1955年出生在安徽省 一个内陆省份 父亲是内地政府的一名中层官员 尽管他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尖子学生 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 他被学校下放到农村公社 从事体力劳动 1977年 全国高考在中断10年后恢复 当他终于能够恢复学业时 没有把精英会萃的北京大学 作为第一志愿 经而他的智力明显是够的 相反 他写下了当地 一所免费学校的名字 后来他在国家媒体报道中 李克强回忆说自己不敢奢望 当时他花了很多时间和乡亲们在一起 为生存而忙碌 虽然这个故事可能是宣传 但也可能暗示他的个性 最终李克强还是进入了北京的国内顶尖大学 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同时加持了对祖国和世界的了解 在北京大学 他遇到两位著名的思想开放的导师 一位是龚祥瑞 著名法学家 宪政学家 中国现代 法学先驱之一 中国比较 行政法学的奠基者 一位是英国接受教育的西方政治行政 制度专家 龚祥瑞的指导下 李克强的同学们翻译了英国法官阿尔弗雷德 丹宁勋决撰写的正当法律秩序一书 晚年的李克强失从著名经济学家利宁 后者是20世纪90年代初 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股市重启奠定了基础 李克强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博士论文 获得了著名孙宜芳经济学奖 李克强似乎感觉到了经济发展与民主价值观之间的联系 至少在他和学生的时候是这样 香港资深评论员20世纪80年代 曾在北京工作的记者刘岳绍 介绍日经亚洲 说李克强参加了86年12月在安徽合肥举行的学生示威活动 这场深受北京大学民主派天体物理学家 方立志影响的政治改革运动席选全国 最终导致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 方立志随后流亡美国 方立志流亡美国后 李克强还在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选举改革中发挥了领导罪 李克强年薪时就在追求民主 李克强相对自由的思想可能推动 他向一位美国外交官透露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人为的不可靠的 因此仅供参考 据一份泄露的外交电报显示 07年李克强在担任东北辽宁省省委书记时 告诉当时的美国大使 他更倾向于查看另外三组数据 用电量、铁路货运量、银行贷款额 这种散漫的风格呢 也可能是李克强五年后在国家最高职位竞争中输给习近平的原因之一 不过他引用的三个经济指标后来被称为李克强指数 被认为是衡量中国经济发展势头的重要指标 许多专家认为呢 这比中国的GP数字更能动态准确的反映经济现实 俗话说二 历史上没有如果 但人们不禁要问2012年领导层竞选会不会出现另一种结局 李克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同样呢 尽管李克强已于今年早休息退休 但他的英年早逝对中国当前和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却难以分析 评论员刘说 主要是因为不透明 外界无法马上知道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 我们只能做历史来交接 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 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是捷克斯鲁法克共产党领导层改革运动的口号 这场运动被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军事镇压 但遗产在20年后 以天鹅绒革命或温柔革命的形式被继承下来 结束了后来的一党统治 没有人可以断言在假想的李克强统治下 中国会走上怎样的道路 但许多人会同意正如我9年前在曼谷瞥见的那样 他有一张人的面孔 这是现在日本媒体疯狂的报道李克强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美国媒体都没有日本媒体这么疯狂的报道李克强 而且现在实际上国内大学已经要求 对李克强的悼念活动要进行控制 要进行克制 避免发生89年 89年血运当时出现的那种乱举 所以现在来看美国 日本 现在西方国家正在用李克强做一张牌 日本和美国对中国不断进行试探的同时 在美国 中国已经原则上同意 下个月拜登和习近平将举行会晤 这是彭博社29号最新的报道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美中两国官员以原则上同意 下个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会晤 双方仍需要最终敲定相关安排 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补充 会谈的细节正在制定中 会谈可能在11月在旧金山APEC峰会期间举行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 该城市是一个可能的地点 彭博社说 这一潜在的突破发生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访问美国之后 王毅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安全顾问沙利文 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 并于周五在白宫会见了拜登 美国官员一直渴望宣布拜登在 习近平之间的会晤 从去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 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以来 拜登和习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再会晤 几个月来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官员 一直在努力安排APEC峰会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一份 关于沙利文与王毅会晤的声明中说 双方同意共同努力 促成两国元首在旧云山的会晤 周五不愿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官员 向记者介绍王毅的会谈 讨论持续了六小时 涉及的问题包括北京在新疆 西藏香港的政策 南中欧海争端以及毒品工作 拜登与王毅进行了一小时的会谈 并讨论了两国负责任的沟通 和管理竞争的重要性 另外一位不愿透露 讨论细节的美国官员表示 中国官员表示 他们计划努力促成拜登与习近平会晤 美国官员表示 与王毅的会谈 触及了中美关系所有因素 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热点 如哈马斯、以色列的冲突 而且积极和专业 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与中国的讨论 越来越集中在经济问题上 包括他们对技术制裁的担忧 该官员表示 北京方面对美国将阻碍中国发展 表达 现在就很有趣 日本现在非常积极的 在李克强实施这个问题上 发表自己的看法 说中国的经济是虚构的 中国的经济并不靠谱 但如此不靠谱的经济 美国把中国当成最大的敌人 这个逻辑上说不过去 日本人他很多文章 他绕来绕去都是负面的 但实际上他没有回答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把中国当成核心的对手 因为中国的经济本身就已经威胁到了美国 所以这是日本人不愿意承认的 包括十年前中国GDP超过日本的时候 日本不相信 那是假的 中国都是虚构的 现在你日本都得承认 现在日本的经济已经被德国超过了 因为日元贬值嘛 按照汇率计价呢 实际上德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 日本已经退居第四了 所以日本现在实际上 你看日经亚洲啊 日本的这些财经的记者 还在用当年的那种 这是日本高高在上那种想法 来看中国的经济 然后用这种想法呢 再把李克强整个他的所谓的经济学 框进去 因为中国未来的改革 一定会影响中国的发展 因为当时和现在是不同的 当时美国呢 和中国的整个的竞争态势 也没有像现在这样 所以呢 中国现在必须以 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大的国家发展 为主要目标 那么民营发展和大的国家发展 整个的方向要进行统一协调 这才有了现在中国的 整个的一个国内的经济政策 这日本人是不听不给大家讲的 所以我一直在说日经亚时候 他很多这个写的文章这些人啊 他是片面的或者是 别有用心的 而且在李克强啊 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 不断的煽动 煽动什么 煽动学生出来 煽动年轻人出来 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年轻人 对日本人没有好感 日本越这么写 越这么说 反而中国年轻人 对整个的啊 李克强这件事 反而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就李克强团派 共青团和日本和美国之间 这种特殊的关系 所以这是我这个频道 一直在给大家讲的 大家所有的中国年轻人要看懂 这共青团派在历史时期 与美国和日本啊 这种非常复杂的这种关系 当然了 他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但同样啊 那这种发展要随着时间 随着这个中国和美国 和日本的关系的变化 也要也要结束的 说的通俗一点 是一定会结束的 因为这种发展不可持续 中国一旦超过美国 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 威胁到美国 那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是一定要各化的 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共青团啊 他来主持中国的经济 所以这个经济一定是要改变的 像包括利宁啊 包括中国很多那个经济学家 还是按照80年代90年代 那个时候 中美没有对抗的大背景下 中国和美国怎么合作 怎么是世界上市场上分工啊 来盘论这个中国的经济啊 中国的经济改革 现在这个背景下已经不同了 你跪到那儿 人美国人啊都不会饶了你 你跪起来啊 我就想问一问中国这些经济学家 你给美国下跪 你觉得美国会饶了你吗 美国会挥起大刀 日本在旁边哈哈大笑 挥起大刀砍中国 你以为你下跪了 中美就能回到过去吗 就中国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还在幻想啊 我们是不是改革一下 我们能回到过去啊 继续给美国人打工啊 你不要幻想了啊 你现在就是当今把裤子穿上啊 被光着屁股跑 太丢人了啊 现在全中国年轻人都看你光着屁股 穿上裤子 站起来 拿着刀跟他拼了 只有这一条路啊 日本哈哈在旁边乐呢 日本就等着呢 跟日本还没点眼去啊 你看那日经那个文章写了 太他妈搞笑 而且现在有些年轻人啊 我觉得很奇怪 就喜欢看那个日本人文章 这日本怎么说呢 这个国家现在已经世界第四了啊 很快就到第五第六的水平 日本这国家未来没什么希望 整个的这个技术啊 包括这个矿产品 能源全部依赖进口 未来这个世界局势又紧张 你觉得日本 他这国家的发展还有动力吗 无非就玩一玩金融吧 金融这种东西 击鼓传花 那玩到最后 不还是日本买单吗 所以我一直在讲 你不要把日本的经济 好像想的 好像日本高高在上 日本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日本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啊 日本所谓的这些什么经济期刊 这些东西 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 这个世纪就不要再看什么 日本的经济方法 你再看什么安倍 什么那些经济学 跟美国有啥区别 印钞票吗 那就是最后汇率嘛 玩汇率这种东西嘛 哪有什么经济啊 哪有什么经济 所以我说中国未来呢 不要学西方 也不要学像日本 他这个所谓的 自由市场经济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学到最后 你中国也没有日本 那个地缘政治环境 也没有那个美国和日本那种关系 你学来学去最后 学个四不像 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拿起武器 那现在来看呢 这个共青团派啊 他这个失事啊 特别共青团派被边缘化 美国很紧张 因为美国突然发现呢 原来对中国啊 这个政治非常清晰的一些判断 突然变得混乱了 就是拜登啊 这些人啊 实际上他对中国的很多政治啊 他是通过各种啊 在中国的代理人 或者是各种关系网 对中国政治是有影响的 也能对中国呢 政治产生一定的这个 我觉得产生一定的这个 控制力啊 这也叫控制力啊 通过经济啊 通过外交啊 对你整个中国政治 特别是利用啊 这个 你像共青团派这些 那这些势力 对中国政治也能产生影响 那也将叫控制 但是现在来看呢 团派内部发生这个巨变吧 拜登是坐不住了 我觉得拜登 特别是美国 这些政治人物是坐不住 因为他看不懂中国了 或者叫过去啊 在中国的一些代理人被全部干掉了 那么现在来看呢 新崛起的这些代理人 未来会不会跟美国走 会不会啊 和美国继续穿一条裤子 继续跟美国啊 搞过去所所谓的这个美国那套经济学 搞过去所谓的亲美 现在很难说了 所以拜登现在 我觉得对习近平没有自信了 这我之前讲的 失去自信了 这也是拜登急于见习近平的原因 是政治很复杂 美国在中国当然也有代理人了 这些代理人呢 以各种面孔出现在年轻人面前 也标榜了是不是自己爱中国 但实际上他和美国的关系 所有人看得很清楚 在美国的资产 是吧 你看看那个李克强 那个基本上老婆孩子都 都有美国的这个大学的文明 而且 在美国很多 很多这个商业上利益 经济上 相关的利益 我觉得这都不用讲 实际上是个共情团派 跟美国那种关系 那美国能对中国的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实际上也就是现在发生的 中国发生的 我觉得现在来看呢 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团派这个支持 或者团派内部这种政治的这个巨大变化 导致美国未来要重新布局 那他就更加什么 更加希望见到习近平 来稳定中美关系 而中国现在来看呢 我觉得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前往美国 与美国总统拜登见面 首先一点呢 我觉得也表现出中国的自信 也就是习近平的自信 你包括现在这个加州 美国加州 这个州长亲自访问北京 我觉得这个里边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中国和加州的合作 而不光是和你美国拜登 和加州 习近平这次访问加州和加州的一些合作 甚至未来呢 加州25年5月份和中国开始谈判 加入一带路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觉得这是习近平更加关注 所以拜登实际上作为美国总统 他对中国的政治的影响 现在来看美国方面已经失去自信 另外一点呢 现在来看中东 中东地区 包括以色列 现在大举进攻加沙 未来中国在中东地区和美国的合作 现在来跟中美也要继续深化 另外中国能对伊朗 对俄罗斯产生影响 那这一点上美国是一定要给中国释放一些利益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觉得美国方面是满足了王毅外长访美期间 向美提出的一些要求 美国方面应该是原则上同意了 所以这是一定要达成协议的 所以中国从美国方面也获得利益 同样呢 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 这次会晤也说明 中美两国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 现在来看啊 这个中美应该对整个的中东地区 包括整个南海地区 包括台海地区 这种政治上的互动 政治上的影响 我觉得已经确定了 也就是未来 中美在南海 台海 东海 以及在中东地区都会有合作 那些希望中美能发生战争的 现在来看 现在失望了 就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 这种合作要长期化 而且美国明确的 现在来看它离不开中国 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 美国也需要中国的支持 所以这点上看呢 实际上中国在整个的世界地缘 政治环境上 中国这个位置越来越重要 这是今天呢 习近平和拜登即将举行会谈的最新消息 但中间呢 会不会有变数 现在也很难说 因为现在实际上美国国内也有势力 希望阻止习近平访问美国 还是要看 到10月份 具体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 正式宣布以后 在宣布之前呢 实际上还是有变化的 特别是中东战争发生 中东地区的这个局势 另外呢 还有美国对中国相关的一些限制措施 会不会升级 还要再看 我呢也会持续关注 从现在整个的中国和美国的政治情况来看 是让美国对中国影响力在下降 特别是 你包括这个李克强 团派这些人走了以后 这些老的旧的势力 亲美亲日这些势力走了以后 美国会 会说这些什么自由派 这些什么市场派 这些人 他不是市场派 那实际上呢 这些人对中国的影响 逐渐在削弱 也就是美国和日本 他对中国的影响在削弱 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这是中美关系未来的 最后啊 在台湾问题上 现在来看呢 拜登在24年大选前 拜登在台湾问题上是不会有什么激进的行动的 我觉得这也是中美之间达成的某种公式 就在台湾问题上呢 拜登寻求稳定 也不希望在台湾问题上有什么估计行为 也不会挑衅中国 所以台湾问题呢 现在来看 在24年大选前 拜登是寻求中国支持 所以呢 拜登在台湾问题上 是可能遵守过去和习近平达成协议的 这是我个人看的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那么习近平呢 刚刚见了普京 而且进行了密谈 习近平这一次呢 见美国总统 拜登会不会传达 和总统普京的某一些 地缘正常的想法或者意见 就通过中国 通过习近平向拜登 传递某一些信号 所以未来呢 整个的世界可能要重新的起牌 也就是说中国 俄罗斯 美国要重新瓜分这个世界 那三方呢 可能达成某种共识 也就是俄罗斯 中国美国重新划分实际范围 会不会交易台湾 这个台湾人自己要想一想 中国美国俄罗斯 大国之间 是不是已经将台湾 它的未来已经决定了 记住啊 这个小国是由大国来决定的 地理上 或者叫地缘政治上 实际上都是由大国来决定 你包括这个朝鲜半岛 人家画一条线 三八线 你两个国家 同一个民族 对吧 那未来呢 我觉得台湾问题 会不会已经被大国交易 已经被大国 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 这个台湾人自己要想一想 就你们的未来实际上 已经结束了 你们的未来已经 由大国之间 已经私下进行了交易 这个台湾人自己要想 所以我一直也在提醒台湾人 这个台湾呢 一定要想清楚 美国和中国 还有俄罗斯 才是整个世界的玩家 人家才是玩家 你只是棋子 美国也不会为台湾 去和中国俄罗斯开战 美国只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二战利益 来把你交易 交换 这才是你的命运 那如果你已经被交易 那你后续配合着 美国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配合这场交易 所以台湾的命运 不是由两千三百人决定的 是由美国人决定的 要是由美国人决定的